交通平權生命無價 意思是一個 我們台灣島上面必須 一個國家只有一種人民 不會是兩個國度 那台灣是一個已開發的國家 但是東岸的人民到現在為止 還是要走100多年前 這個清朝時代留下來的舊路 只要下個大雨像今天這樣 下個雨可能梳花公路又貪方 然後造成這個再一次 花蓮對外又再次的交通中斷 要怎麼樣來落實交通平權 這已經不只是安全的問題 更是人道的問題 對於韓國瑜韓院長 在今年2月17號 這個陳建仁院長來訪的時候 韓國瑜院長就再三的表示 希望環島高鐵跟國道 台中到花蓮能夠打通 讓台灣成為一日的生活圈 讓台灣每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 都在兩個小時以內 不只有便捷的交通 更能夠讓大家都能夠安安全全的 快快樂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我想在韓院長跟陳建仁院長 都表示高度的共識以後 我們才正式來提出 包括環島高鐵跟國道六號 這樣的一個BOT的案子 從頭至尾 我們從今年3月份 我想這個記錄很清楚 從3月份到現在 我們不管是每一次 關於交通東部的三大建設 不斷的每一次一再的提 就是B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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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島高鐵國道六號 我們開了多少次的記者會 發了多少次的新聞稿 不斷的表達這個就是BOT案 政府零出資 由國內廠商或國際廠商來做 因為這是一個很成熟的模式 包括現在的台灣高鐵 就是政府零出資的BOT的案子 而且這個工程技術 在65年前民國48年 日本東岸的高鐵新幹線 在民國48年動工 5年完工500多公里 到現在運行了60幾年 都非常的好 而且不只是日本 在英國 德國 法國 美國 都有很成熟的技術 而且日本人在整個東南亞 這些十幾個國家 包括ODA 包括BOT 包括PPP 都是幫這些國家來做 這些基礎建設 都非常的成熟 我們也希望說 當台灣政府認為 預算上無法支援的時候 就比照台灣高鐵 用國際的BOT或國內的BOT 讓民間的投資參與 70年或是90年的BOT案 讓我們國家可以零出資 而所有台灣各地的建設 都能夠得到一個區域的平衡 我們再次的表達 花蓮人只有32萬人 但是進出花蓮的人 每一年有1200萬到1400萬人次 所以這是給全國國人都能夠可以使用的 方便的這樣的便捷的交通 對於今天大家有所謂 苗栗中縣長有一些意見的表達 我們都表示感謝 因為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各種意見都很清楚的 可以表達他的看法 但是事實只有一個 當苗栗縣政府歷任的縣長 包括徐耀昌縣長 包括劉振宏縣長 包括這些立法委員 不斷地爭取那個手板給我 在2007年 台灣高鐵全線通車以後 不管是苗栗的立法委員還是縣長 都大聲疾呼 苗栗縣要趕快高鐵要設站 在八年後 2015年 終於苗栗設站了 我想高鐵通車苗栗設站之後到現在 苗栗是欣欣向榮 還是全面的衰敗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苗栗不只蓬勃的發展 各種經濟科學園區 全部都進來 而高速公路 高鐵通車以後 對苗栗也好 對新竹也好 對桃園也好 大量人口移入 大量人口移入 整個地方 整個各種各式各樣的移居人口 跟經濟的投資都進入了 不只有更安全便捷的交通 而且大家都走進這個新的城市 過去大家對蘇花糕有很多種奇怪的看法 宛如毒舌猛獸 但是我們常常講很多的政策 法案建設 當它完成以後 十年二十年以後 我們木然揮手來看 當時推動蘇花糕 在國內的學界 藝文界 甚至媒體界 把它形容到 真的是十二不赦的 這樣的毒舌猛獸 最後蘇花糕 拆成了蘇花改跟蘇花安 蘇花改通車了以後 大家都在走這條路 不只安全無余 而且這次的0403大地震 大家終於看到 蘇花公路柔長寸斷 整個攤方 不曉得埋掉多少人 如果是清明廉價的時候 如果大地震晚一天的話 不知道多少人會罹難 而蘇花改 聞風不動 卻是所有的車輛避難所的地方 就是在蘇花改裡面 所以新的建設 新的工法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高鐵 在0403的大地震當中 也是非常的安然 非常的鞏固 所以當國道5號 從台北做到宜蘭的時候 雪碎通車以後 大家說以後大家到宜蘭去 就不會有發展 去那邊馬上 這個觀光旅遊 馬上就可以走 事實上雪碎通車了以後 整個宜蘭的大發展 跟整個一路人口 在宜蘭 從台北市到宜蘭 只要50分鐘 到樓東50分鐘 而且安全又便捷 有大量的這些新住民 就搬到新移民 就搬到宜蘭去了 我想這些非常清楚的 交通的事實 所以當2007年 台灣高鐵通車以後 包括苗栗 包括彰化 包括雲林 不斷的希望 高鐵能夠在 這幾個縣市設站 所以終於在2015年 包括苗栗也好 包括彰化也好 包括雲林也好 通通設站 對地方整個 更加安全便捷的交通 以及有更多更多的 這些新移民 以及投資 經濟的發展 都進入了這些地區 跟地方 社會多元的意見 我們都聽到了 但是事實永遠 只有一個 過去走過的路 我們木然回首 都可以 因因在界 都可以 作為一個實證 那對於環島高鐵 跟國道6號 我要再次的強調 民進黨再三散播的 兩兆乾坑 民進黨 只有貪污腐化 貪污腐敗的 封電兩兆 貪污乾坑 絕對沒有所謂 花東兩兆的 乾坑建設 國道6號 跟台灣環島高鐵 都是BOT 政府零出資 我們也再次的強調 請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我們 從今年3月13號 發布的新聞稿 相信各位媒體手上都有 講的就是BOT 環島高鐵國道6號 再過來 我們時間序都很清楚 4月17號 講得很清楚 就是BOT 再過來 我們 5月2號 也是很清楚 就是BOT 再過來 5月10號 也是BOT 5月6月3號 也都是BOT 好 包括在我的臉書上 在我的臉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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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臉書上 這個是幾號 3月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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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BOT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跟各位報告 都講了這麼多次 這麼清楚 從來就沒有所謂 兩罩前坑 民進行 民進黨政府 用龐大的 府院黨的資源 網軍 讓大家 讓大家在台灣島上 能夠成為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大家 同島一命 都是一個國家 一種人民 我希望大家 不只是 用人道的精神 更希望 這是誰 都會來到台灣的後花園 後花園是很美麗 也更歡迎大家 能夠常來常去 所以 用便捷的交通 安全的交通 是給全國國人來使用的 而不是給 某一個地區的人來使用的 是大家全島的人都在用 所以全國國人都在用的 我們再次的強調 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 從頭到尾就沒有所謂 兩罩的什麼 花通前坑法案 在這裡也很無奈 我們講了這麼多次 開了這麼多次記者會 也發了這麼多次新聞稿 全部都在這裡 各位的群組上都有 我們還是要講 這個國家的實話 為什麼聽不到 這個國家的真話 為什麼聽不到 為什麼假話可以連篇 從國家元首隔魁部長 國會議員 可以散播到全國國人都被蒙蔽 我們國家的第四權 有沒有陽光公平公正 讓全國國人能夠了解 我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 再一次的講 這是給全國國人走的 花圈圈只有32萬人 這是全國國人在用的 台灣是不是同島移民 是不是同一個國家 是不是同一種人民 是不是該有同樣的安全標準 給每一位國民 能夠來去我們國土的每一寸土地 都能夠快快樂樂樂去平平安安回來 都能夠很便捷幸福的生活在台灣中華民國 大家可以省思 十年後我們再來回顧的時候 這些建設 不管有沒有已經完成 但是都是讓我們代代兒孫 可以持續來用的 陳如涵院長 在推動國道六號跟環島高鐵的時候 他講得很清楚 他跟陳建仁院長說 可能通車的時候 他們都不在世間了 但是台灣代代的兒孫 都可以用這些路 讓他們都能夠在出塊土地上 能夠平安幸福的來成長